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生孩子这天,我被老公反锁在卧室里 我疼得在门板上抓出一道道血痕 跪在地上哀求他让我去医院 婆婆却不同意 老公劝我,媳妇,你再忍忍 我妈找大师算过了 明天早上八点是生孩子的好时辰 可以保佑咱家兴旺发达 婆婆讥讽,矫情什么 他要是忍不了早从窗户跳下去了 疼得我直接晕倒,再次睁眼 大闸蟹正听命往锅岩上爬 我低头看着高高隆起的小腹 不敢置信地伸手摸去 不是幻觉,是真的 我重生了 老公杨征一家正在客厅里聊天 瓜子壳,水果皮扔了一地 婆婆说自己腰疼腿酸帮不上忙 老公想要帮忙,又被婆婆阻止了 婆婆拉着老公围在怀孕的表妹身边 须寒问暖 剩我一个人顶着大肚子 在厨房里忙活半天 油烟机坏了 油烟味太大 导致我去厕所吐了三次 可那一家人就像是没看见一样 上辈子 杨征劝我 咱妈 这是第一次来咱家 你可得好好表现 让她知道我娶了一个贤惠媳妇 我也是傻 听信了她的花言巧语 累得我早产 还被她反锁在卧室里 死后我才知道 老公她中了千万大奖 所谓的表妹 也压根不是她的亲戚 而是我怀孕时婆婆 从村里给她找的拼头 所以她才有恃无恐地放弃 我和孩子 凭什么 凭什么恶人没有恶报 好人却要提前下场 看着油锅里拼命往上爬的大闸蟹 我啪的一声把锅盖盖上了 热油滋滋作响 大闸蟹慢慢没了动静 真是老天有眼 让我重生到生产的前一天 我要是整不死你们 我就对不起阎王爷 思绪拉回 战斗开始 闺女 抓紧期待 老妈要带你狂叼了 我把杨征喊到厨房 声音不大不小 老公 我去买瓶醋 锅里的大闸蟹两百块钱一只 还没熟 你们等我回来再吃 那你快去快回 妈还饿着呢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 抱起猫猫出了门 我刚出门 门里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果然就跟上辈子似的 一群饿死鬼投胎 没等我回家 他们就把一桌子菜 全都吃了干净 可这次 大闸蟹根本没熟 我打开手机监控 婆婆果然骂骂咧咧地 大口啃着大闸蟹 把蟹根随意地扔在几万块的羊绒地毯上 什么没熟 她就是馋 怀孕了还这么馋 我一把年寄了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两百块钱一只 真是败家 婆婆说归说 嘴里却一刻不停 一共买了八只大闸蟹 老公两只 表妹和婆婆一人三只 最后一只也没剩 吃着吃着 婆婆又敲打老公 我可告诉你 微微肚子里的 才是咱杨家的正根 她肚子里的那个 我一眼就看出 是个不中用的赔钱货 你可别搞不清楚主次 赶紧把钱和房子都弄过来 女人管家 房道物她 妈 你小声点 这房子不隔音 我冷哼一声 我可提醒你们了 这大闸蟹没熟 老妖婆吃这么多 别耽误你上西天 我关了监控 赶紧干正事 我跑到楼下的福彩站 照着上辈子的彩票数字 一字不差地买了一张 工作人员给我打印出来彩票 笑着说 肚子这么大还来买彩票啊 我也回笑道 老公嫁死绝了 我得筹钱给他预备后事 顾不上工作人员露出的诡异神情 我拿了彩票夺门而出 我跑到路边 打了出租车直奔医院 刚到医院 杨征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冷笑一声 直接拉黑关机 一群渣子 拉不死你们 凌晨刚过三点 我的乖女儿就出生了 护士把她抱到我的面前时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上辈子 女儿胎死腹中 我们连一面都没有见到 现在看她乖乖地躺在护士的怀里 不哭也不闹 我亲到她的小脸的时候 她竟然咧开嘴笑了起来 哟 真是稀奇 小姑娘生下来就会笑 谢天谢地 这辈子我的女儿能顺利降生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父母还在赶来的路上 我高架请了两位医院护工 帮我照看女儿 等我麻醉剂消退后 警察正等在我的床边 苏青 有人控告你投毒谋杀 警察叔叔 我冤枉啊 我刚生完孩子 哪有时间啊 您可不能因为片面之词 而冤枉好人 突然高级病房的门 被人撞开了 婆婆和杨征冲了过来 要不是警察拦着 他们指定把我从病床上 拖下来暴打一顿 小贱人 你敢在菜里下毒 婆婆破口大骂 杨征更加激动 苏青 妈不就是没帮你做饭 你至于怨气这么大吗 我冷笑一声 你说我下毒 你倒是说说我下什么毒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什么都要讲究证据 警察叔叔 我要告他们诽谤 婆婆双目通红 那大闸蟹你 故意没炒熟 不就是害我们 你赶紧把叫救护车和住院的钱拿给我 还有微微的手术费 营养费 转二十万给我就行 警察听着听着都皱了眉 到底怎么回事 警察叔叔 我婆婆第一次来城里过节 我挺着大肚子 做了一桌子菜 结果做到最后没醋了 我想着大闸蟹 没醋不好吃 我特意告诉了我老公大闸蟹没熟 结果没等我醋买回来 他们就跟饿死鬼投胎 一样吃了 我也想回去啊 结果我累得在路边早产了 这可真不怪我呀 我故作伤心 警察和护士同时瞪了婆婆和杨征一眼 婆婆大叫道 你胡说 你就是故意的 我们谁也没听到你这句话 我不急不忙地拿出手机 调出昨天晚上的监控 警察叔叔 我有证据 警察看完监控 的确看到我清清楚楚地告诉过杨征大闸蟹没熟 可杨征根本没当回事 看到后来竟然还有意外之喜 监控竟然拍到在婆婆去上厕所后 杨征和何微抱在一块 亲得难舍难分 要不是婆婆出来 杨征的手都要伸到何微的裙子里了 杨征的脸色彻底变了 她大叫道 你竟然在家里装监控 我冷笑 要是不装监控 怎么知道 你还有跟表妹亲嘴的癖好 婆婆冲上来撒泼 却被警察拦下了 她大骂道 你没本事留住男人 生个赔钱货 我儿子没跟你离婚 就算你命好 大妈 现在什么年代了 生男生女都一样 警察无奈地劝道 护士看不惯地瞪了婆婆一眼 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婆婆 而牺牲孩子 自己在小三身边伺候着 小婊子 说什么呢 看我不打死你 婆婆伸手就要打护士 结果警察硬生生地 挡下了这一巴掌 婆婆直接因洗警 被警察带走了 但带走的过程 极其不顺利 警察的脸上 又多了几道伤痕 房间里只剩下 我和杨征 杨征不要脸地 冲我伸出了手 给何威二十万 就当是给她的补偿 她替杨家生了一个儿子 我必须对她负责 我好笑地看着杨征 你这不要脸的样子 我还以为何威怀的 是我的儿子呢 管不好下面那根东西 要不要我帮你剁了 自从你来到病房 你一句话都没有问过 我和女儿的情况 孕期出轨 还有了生孩子 杨征 我要是不让你牢底坐穿 我就对不起阎王爷 你有证据吗 杨征嘲笑道 苏青 你要是敢闹到警察局 你信不信我 让你在江北活不下去 你当初为了我跟家里闹翻了 现在你爸妈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也别想着 让你爸妈来给你撑腰 还有女儿 你没有工作 法院也不会把女儿判给你 你最好吃下这个哑巴亏 等威威出院了 你出钱给他订个最好的月子中心 杨征笑得猖狂 可他还没笑完 转头就被我爸一拳打掉了两颗牙齿 杨征不知道 我爸还没有退出社会之前 可是拳击教练 后来遇见我妈慢慢收了心 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当初要不是杨征洗脑我 让我不顾爸妈的意见 远嫁到江北 他绝对不敢这么欺负我 我爹后面站着四个黑衣壮汉 都戴着墨镜 格外害人 我爹一脸斐气地 直接扯住杨征的衣领 像是老鹰提小鸡一样 把他提了起来 给老子听清楚了 马上跟我闺女离婚 不然老子撕了你 说完 他直接扔垃圾似的 把杨征扔到了门外 我默默收起了手机 把录音保存了 挨又一个送杨征 进去采缝刃鸡的小技巧 赶走杨征后 爹妈看我在床上虚弱的样子 也不忍心责备了 老妈一脸心疼地 给我喂鸽子汤 老爹忙着翻词典 给我的乖女儿取名字 翻了大半天词典 最后取名苏西河 小名苏苏 看着苏苏 老爹泪洒当场 我心里也格外不是滋味 因为我是顺产 何微是早产 所以我比她早出院 出院时 老爹一路把我抱到了车上 衣服包得严严实实的 我一点风也没有吹到 一路开到江北最好的岳子中心 老妈的闺蜜陈怡是岳子中心的老板 直接给我升了超级总统房间 我在岳子中心疏舒舒服服地住了几天后 杨征又气冲冲地找上了门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因为早在几天前 我就把之前住的房子退租了 对 不是卖 而是退租 房东正是我老爹 当年老爹虽然火冒三丈 但还是心疼我 他重金在江北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 三室两厅 然后托朋友以低价租给了我 那时我因为跟家里吵翻了 也不肯接受家里的资助 兜里一分钱都没有 朋友说 江北有套房子空闲着 就让我先搬进去住 我跟杨征解释过 可杨征一直不信 所以他自负地把房子 划为了他的私人财产 每逢回村便夸耀自己 在市中心有套房子 婆婆也引以为傲 没想到现在何微一出院 房子进不去了 杨征丢了面子 自然火冒三丈 苏青 你敢把房子卖了 小贱人 家里的男人不在 你也敢拿主意 卖房子的钱呢 快交出来 婆婆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眼底下的乌青 看得出他在里面过得并不好 此时此刻 他恨不得上前撕了我 可四个保镖在 他俩根本摸不到我的边 何微一个人抱着孩子 眼神贪婪地看着 我的房间的陈设 我选择不跟垃圾搭话 果断报警 来的还是之前的两个警察 一个警察路过何微时 皱了一下眉 他开口问了一句 怎么是你 何微眼神躲闪着 退后了几步 孽孽如如地不敢说话 警察也没再问 而我给了老爹一个眼神 我俩眼神交流了一下 老爹果断转身 安排底下的人去查何微的底细 杨征看到警察时 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他抓着警察的胳膊 大喊道 警察同志 他趁着我们全家 在医院时 偷偷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 我冷笑了一声 我从包里拿出了租房合同 杨征 在别人的房子里住久了 真以为房子就是你的了 看着明晃晃的租房两个大字 杨征的眼睛都红了 你家里那么有钱 他们会让你租房子住 我老爹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你是因为我老爹有钱 才跟我在一起的 我故作委屈 围观的孕妈们 纷纷向杨征投来不友善的目光 他耿着脖子质疑道 我不信 警察同志 我要求查看房产证 我又不是房主 我上哪儿给你找房产证去 我也丝毫不惯着他 杨征死死地瞪了我一眼 警察也表示 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 要是婚姻有纠纷 建议直接起诉离婚 杨征气冲冲地朝着警察吼 你们算什么警察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信不信我投诉你们 警察的脸瞬间板了起来 老爹一怒 直接上前把杨征滴溜了起来 两个巴掌直接甩在他的脸上 红彤彤的巴掌印瞬间浮现了出来 砸碎 知不知道尊重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不敢动你 老子敢 你要是敢投诉 老子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老爹把杨征扔到一边 从兜里掏出房产证 你不是要看房产证吗 老子给你看 杨征看到房产证的红本本 立刻恶虎扑实地抢了过来 看到房产证上老爹的名字 立刻喜笑颜开 看吧 我说房子肯定不是租的吧 大家跟看智障一样看着杨征 你看好了 这上面是老子的名字 不是我闺女的 老爹用房产证拍着杨征的脸 等你死了 这房子不就是苏青的了吗 我告诉你 苏青 你要是想离婚 除非把房子过户给我 不然 打死我也不会跟你离婚 就是 你家没儿子 家产都是我儿子的 哟 感情跟我结婚就为了吃绝户啊 见我不说话 杨征更加嚣张 他不屑地看了一眼强保里的苏苏 冷哼道 还有这个赔钱货 本来是没资格上杨家的户口本 你再给我转五十万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 我冷笑了一声 真当警察叔叔是摆谁呀 既然你报警了 还省了我一笔电话费了 警察叔叔 我要告他敲诈勒索 杨征的脸一摆 他应该都忘了 还有警察在这儿 而且还是他亲自请来的 现在他的话都被执法记录仪记录了下来 直接是呈堂证供 杨征想赖都赖不掉 婆婆再次被请去派出所喝茶 这次同去的还有他的儿子 临走前 我喊住杨征 我家苏苏生下来 他爸就死了 他跟着我姓 你们杨家福宝 配不上我家苏苏 有本事你别跟我离婚 让何微肚子里的野种当个黑户 何微愿毒地看了我一眼 跟着杨征匆匆离开了 本以为能消停几天 没想到又在月子中心碰到了何微 何微扬着脸 一脸傲气 别以为就你能住月子中心 我也能 你要是这么闲 还不如赶紧想想怎么让野种合法 我双手环胸 审视着何微 你这么不紧不慢的 莫非不是杨征的种 何微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他大声道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生不出儿子 就随便揣测别人 苏青 你也太歹毒了 杨征拉住我的胳膊 把我的胳膊扯得生疼 他扯着嗓子吼道 何微给杨家立了功 你自己的肚皮不争气 生个赔钱货 还敢跟小微叫嚣 我咬着牙甩开杨征的手 狠狠地给了杨征一巴掌 杨征捂着左脸蒙了好一阵 一个清晰的巴掌印符献了出来 苏青 你敢打我 我伸手又是一巴掌 震得我的右手发麻 杨征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不是不相信吗 我再让你确认一遍 我的眼神冰冷恐怖 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 杨征 我警告你 我要是从你的嘴里 再听到赔钱货三个字 我让你下地狱 看我一脸不好惹 杨征善善地拉着何微走了 回到房间 我老爹已经回来了 他看到我气得胸膛起伏不平 立刻站起身要去找杨征算账 我赶紧拉住我爹 劝道别给陈姨惹麻烦了 陈姨跟老妈是闺蜜 但我们不能耽误人家赚钱啊 那也不能这么便宜她了 对了 老爹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老爹这才想起来 拿出一个档案带递到我的手里 我细细地看了一遍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个何微身上有大问题 何微在回村之前 是在足玉殿上班的 而且那个足玉殿暗地里 做那种生意 一年前被警察一窝端了 所以警察才会认出何微 据说何微被拘留后 又被一个男人保释了出来 他就跟那个男人走了 也没有回到村里 在回到村里时 他已经怀孕了 看到杨征和婆婆 在村里到处宣扬自己在江北 有豪宅 何微便动了一些小心思 他开始讨好婆婆 扶地做小 经常给婆婆买这买那的 婆婆也比较吃这套 趁着我怀孕 杨征跟何微便住在了一起 杨征在老家住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 何微怀孕了 如果不是大闸蟹的意外 何微应该跟我的预产期一样 所以他本就想把这个意外嫁祸给我 好让杨征跟我离婚 只要没有人发现这端倪 一切都会让何微如愿 我收起档案袋 一脸恨意 老爹 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一切按计划进行 几天后 我看着一个男人进了何微的房间 随即房间里爆发出一阵激烈的哭声 陈怡把监控照片发给了我 何微哭着扑倒在男人的怀里 男人则紧紧地搂住了他 一脸心疼 我哼笑一声 从通讯录黑名单里把杨征拉了出来 把刚刚的监控照片发给了杨征 杨征随即发过来一个问号 看来这儿子还真不是你的种 被别人戴了绿帽子还帮别人养着儿子 杨征 你真可怜 苏青 何微坐过羊水穿刺了 那就是我的儿子 我继续积他 好啊 你要是能证明那是你的儿子 我就劝老爹把房子给你 房子算什么 小微中了五百万彩票 不过你既然想给我送房子 我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三天 你让老头子把房产证送到我的房间 原来是何微中了五百万的彩票 不过跟我的两千万比起来 还是大屋见小屋 最后能不能保住这五百万 还是另外一回事 我冷笑了一声 鱼儿上钩了 我能想到何微会着急 只是没想到何微会这么着急 当天晚上 他竟然趁黑摸到了我的房间 看来孩子还真不是杨征的种 杨征着急要房子 催着何微坐亲子鉴定 可儿子根本就不是杨征的 再坐下去 只能是被杨征发现 所以何微才过来 想拿几根酥酥的头发 我巧声报了警 何微刚要拿剪刀剪酥酥的头发 突然灯光大亮 我一把扯住何微的手 警察开门而入 何微一下慌了手脚 警察同志 我报的警 他刚刚拿着剪刀 要伤害我的女儿 何微看到警察 一下慌了手脚 剪刀从他的手里掉了出来 不 我没有 何微急忙否认 那你来我的房间干什么 我质问道 警察打开了执法记录仪 杨征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何微像是看到了靠山 立刻躲到了杨征的身后 到底怎么回事 警察询问 我打开相册里的视频 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何微要剪酥酥的头发 何微一脸委屈 狡辩道 真哥 白天 你说 要做亲子鉴定 我就想让他也做一个 万一做出来有问题 你也好在离婚协议上占点优势 我听医生说 苏青根本没到育产期 就生了孩子 而且他每次孕期检查都没让你跟着 说不定是哪个男人陪在他身边呢 杨征皱了眉 回头对着我 何微是好意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哪怕此时此刻 我还是忍不住鼻头酸了一下 我故作委屈 眼泪扑速速地往下掉 杨征 是我没有提过 让你带我去孕检吗 你说工作太忙 每次都拒绝我 我体谅你 这也成为你怀疑我的理由吗 而且你还孕期出轨 忠诚本就是婚姻的底线 孕期出轨更是大忌 周围的孕妈瞬间议论纷纷 指责杨征和何微不要脸 杨征的脸色很不好看 何微还想说什么 可杨征拦住了她 由于苏苏没有受到什么实质的伤害 何微故意伤害未遂 警察同志警告了何微一顿就离开了 何微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苏青 你别得意 我抱起转醒的苏苏 不懈地看了何微一眼 你还是先担心 担心自己吧 垃圾 这三天里 我看到那个男人 趁着杨征外出 屡次进到何微的房间 杨征回来前男人 又赶紧离开 三天后 杨征把亲子鉴定 和离婚协议书放到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亲子鉴定文件上的99.99%的数字 心里一阵冷笑 何微还真是挺有本事的 不对 是那个男人有本事 苏青 不是我欺负你 你自己肚子不争气 就不要怪我 欺负你了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拟好了 你签字吧 协议书上 写着存款我三他妻 房子也是属于杨征的 真是欺人太甚 陪 女儿给你 我不要 杨征赶紧改口 房子可以给你 但是存款必须都要给我 杨征皱了皱眉 疏然又舒展 随即爽快地同意了 行 存款都给你 反正我马上就有钱了 也不差这十几万 十几万 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那是三千万 杨征跑着去修改了离婚协议 我立刻签了字 半点不犹豫 还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我在等事情慢慢发酵 也在等一个契机 出了月子 我带着苏苏在外面晒太阳 苏苏吃得太饱了 突然吐了我一身 我来不及换衣服 一块洁白的手帕递了过来 一张干净的脸映入眼帘 男孩背着大大的书包 一脸疲倦 姐姐 用这个吧 我回忆微笑 接过帕子擦了擦身上的奶子 本来迷迷糊糊地 苏苏瞪大了眼睛 看着男孩咧开嘴笑了起来 姐姐 我能抱抱她吗 男孩一脸真诚 我爽快地点了点头 行 男孩小心翼翼地 从我的怀里接过苏苏 学着我的样子抱着苏苏 苏苏不哭不闹 乖乖地窝在男孩的身上 男孩的眼泪瞬间落了下来 怎么 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急忙问道 男孩擦干眼泪 把苏苏还给我 我叫宋璇 刚毕业 我想做新能源 可是没人相信我能做成 没拉到投资 我的团队就只能解散 苏苏竟然伸手 拉住了宋璇的手 我有些惊奇 难道苏苏想让我投资 我现在身价千万 投资个几百万 还是没问题 我看着苏苏澄澈的大眼睛 不确信地问了一句 苏苏 你要是想让妈妈投资 你就再笑一次 苏苏瞬间咧开了嘴 宋璇也呆住了 一个月的小孩子竟然笑了 那我就相信我女儿一次 也相信你一次 当机立断 我跟宋璇敲定了投资意向 加了联系方式后 宋璇给我发了她公司的地址 随时欢迎我的大驾光临 何微穿的珠光宝器 一身名牌 胳膊上跨着爱马仕的包包 她见我就嘲笑道 你骗不了我 你好歹找个有钱的骗 她刚离婚 兜里没有一分钱 我抱起苏苏 问宋璇 宋璇 你们需要多少钱 大概五百万 宋璇看着我心里也没底 我直接在合同一项书上签了字 我投一千万 明天到账 一千万 何微笑出了声 苏青 我可劝你 别最后把钱都败光了 养不起女儿了 再来跟我要 我的钱可都是留给我儿子的 我没理何微 没必要浪费时间 跟这种垃圾说话 我只等着看他俩的下场 一个月后 我成功地拿到了离婚证书 杨征一脸得意 现在婚也离了 赶紧让老头子办理房产过户 要是当初你能忍一忍 说不定我也不会跟你离婚 苏青 你就是没有福气过好日子啊 我收起离婚证书 冷哼了一声 杨征 要不我先送你一副银手铐 苏青 你就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杨征还再次说自道 两个警察从大门走了进来 我不急不慢地从包里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 还有一份孩子的出生证明 证明上写的父母就是杨征和何威的名字 警察同志 我要举报我的前夫重婚 来的还是之前的两个警察 看到我们的瞬间立刻明白了什么事情 杨征慌了 他没想到自己送给我的亲子鉴定书 直接被我当成了证据 警察同志立刻亮了银手铐 杨先生 再跟我们走一趟吧 杨征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立声道 苏青 你够狠 我进去了 你女儿就有一个罪犯爸爸 我敏唇 沉默片刻 回到 他生下来爸爸就死了 苏苏只有妈妈 杨征被带走了 警察又在小区里找到了何威 为了防止两人逃走 我申请了强制措施 既然彻底撕破脸了 我便什么都不怕 没想到杨征还没反击 前婆婆先撒上坡了 我赶到时 他站在沉沿的月子中心楼顶 哭着喊着要跳楼 楼底下已经围了好几圈的人 苏青 你要是敢让我儿子坐牢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生不出儿子的小婊子 微微就是比你强 他替我们杨家传宗接代 他是杨家的功臣 小婊子 我让你一臭万年 说着婆婆就要往下面跳 警察拨开人群 又看到我脑袋瞬间大了一圈 怎么又是你 我摆摆手 他们一个个要作死 我也没办法 那不是你的婆婆吗 你上去劝劝 我害怕我一说话 她一下脑梗摔下来 我是不是有责任呢 警察也无语了 婆婆在上面闹得厉害 非要逼着我撤诉 为了不让陈怡为难 也为了缩小警察叔叔的头尾 我果断订了一辆大巴车 车身贴着一条红色的横幅 婆婆拉皮条 丈夫死渣男 大巴车的顶上还装了一个大喇叭 里面循环播放着我亲自写的稿子 声音放得巨大 保证方圆十里的人都听得见 我抄起大喇叭 冲着楼顶上喊 大妈 你要是再不下来 车就往老家开了 到时候你们要是上不了祠堂 或者祖长觉得丢人 把你们家从祖谱里踢出去 可别怪我了 在村里 要是上不了祠堂 或者被祖谱除名 那就是天大的事情了 死了下地府 更没脸见祖宗 婆婆急得两眼昏花 一时手脚发软 她刚要从楼顶上下来拦车 没想到脚被电缆陷绊了一下 竟然直接从五楼掉了下来 楼下虽然有消防员铺设的安全气囊 可楼高要是超过五楼就没什么用了 婆婆直接摔了个半身不随 我冲着警察同志抱以微笑 警察叔叔 你看 我也尽力了 两位警察看着我 脸都黑了 虽然婆婆跳楼了 租的车可不能浪费 我还是给了司机地址 让他去了杨征的老家 循环播放两天 听司机反馈的消息 组长直接气得觉过去了 何威养尊处优惯了 实在受不了拘留的日子 他竟然直接自报 亲子鉴定是假的 儿子根本不是杨征的 所以他也不算是中婚罪 只能算道德出轨 他自己出钱委托派出所 重新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真如何威说的一样 中婚罪不成立 杨征和何威被放了出来 结果杨征气得在派出所前面 把何威揍了一顿 他又因故意伤害进去了 之前那个男人忽悠何威 投资西洋项目 或许是被忽悠傻了 也或许旧情难忘 何威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 其中也包括杨征的钱 那是杨征转移的婚内财产 可男人却趁着他们进监狱时 卷着钱都跑了 儿子没了 亲妈贪了 工作也没了 老家可能也回不去了 现在的杨征 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可 我却觉得远远不够 杨征舔着脸求和 他用仅有的钱 买了奶粉和玩具来看女儿 我毫不留情地将他拒之门外 他看着我的豪宅一脸贪婪 恬不知迟道 老婆 之前是我错了 可女儿不能没有爸爸呀 咱妈还躺在医院里呢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 三千万的奖金已经到账了 我请了银行经理人 做了投资规划 除了投资给宋玄的钱 剩下的全都做了理财 现在的我 可以带着苏苏 做任何喜欢的事情 不好意思 先生 苏女士已经报警了 你要是再不走 我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了 杨征已经被拘留怕了 看到警察 就跟耗子见到猫一样 他不甘心地看了门几眼 恨恨地走了 我果断请了两个保镖 一个保护我 一个保护苏苏 我刻意跟保镖强调 一定要特别注意杨征和何威 可还是百露一书 苏苏被绑架了 当晚我接到了杨征的电话 苏青 你要是还想见到你的女儿 就往我的账户里打两千万 听说你中了三千万 要你两千万不多吧 杨征 你还是人吗 苏苏才一岁 她要是伤到半分 我要你的命 我恨得手指抖 苏苏是我好不容易才生下的女儿 是我用两辈子的命 才换来的宝贝女儿 杨征 杨征找死 是你太冷血了 苏青 你要是答应复合 还会有这种事情 归根到底 是你就由自取 我能听到电话里苏苏的哭声 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着 警察巧声来了 她冲着我嘘了一声 你就不怕被法律制裁 我是她爸 她是我闺女 我就是带她出来玩玩 警察管天管地 还能管爸爸带闺女 苏青 我没有退路了 警察通过电话 快速定位了杨征的位置 苏青 给你一天时间 把钱汇到我的账户里 要是我见不到钱 我可不敢说 这个赔钱货汇 发生什么事情 电话挂断了 警察冲着我点了点头 他们已经定位了 杨征的位置 可我还是不敢 稍稍放松一点 几个小时后 警察敲响了我的房门 苏苏面色潮红 毅然发烧了 杨征肯定把她 带到了潮湿阴冷的地方 我立刻喊了家庭医生 给苏苏打了一针 她的高烧 才堪堪退去 在绑架你的女儿之前 她就已经是逃犯了 她把何薇杀了 他们之间 应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凶器是一把砍刀 她有枪 还想袭警 被当场击毙了 我的胸口 像是有一块大石头 被搬开了 许久 终于松了一口气 杨征 罪有应得 警察把一个档案袋 放到了我的面前 问 只是 我还有一件事情 不明白 为什么 王志会往你的账户 转入三百万 苏女士 请你解释一下 王志 就是何薇的救情人 我的眼眸 慢慢变得清明冷静 警察同志 我只是给王志 提供了一个消息 至于他为什么要转账 你应该去问王志 王志是我找来的 也是我告诉了他何薇 已经今非昔比了 他不仅攀上了富豪 还中了五百万彩票 可并不是我让他写款潜逃 杨征和何薇造的孽 也不能赖到我的身上 只要王志 还能从监狱里出来 我之前答应他的条件 足够他下辈子衣食无忧 王志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该怎么选择 警察没有证据 这件事情 也慢慢平淡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年 宋玄的新能源事业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在我的推力下成功上市 我也成了旋风能源的 幕后大老板 我的财力与日俱增 可我不想涉及商业经营 只想做幕后投资人 这辈子我只想陪伴苏苏和爸妈 苏苏喜欢旅游和美食 我便带着她游览中华山河 只要苏苏喜欢的 我都陪着她去做 王志给我打的三百万 我全都投资给了医院 就当是给杨征她妈的疗养费 我可不想让她这么早就解脱了 我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和她慢慢耗着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